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雖然過了7月14日 但現在仍然是農曆7月 香港各區都有漁蘭勝會 提起漁蘭節 很多人都會想起各種禁忌 但其實漁蘭節是一個宣揚孝道 鼓勵行善適得的節日 沒錯 由明天開始一連三日 維園都會舉辦2024漁蘭文化節 令大家更加認識這個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真的很多 像破地獄一樣 大家就聽得多 但大家對它了解又知道多少 親人離世之後 家屬就會為他們安排後事 有部分人就會選擇中式儀式 安排傳統的打齋和破地獄 聽就聽得多 在這些儀式的背後又有什麼歷史呢 破地獄屬於道教法師 而破地獄這個名的意思 就是帶領先人 從九層地獄出來 在儀式的過程中 會見到藍和師傅揮動劍和破啞等等的動作 目的都是為了超渡先人 自小跟家人在殯葬行業成長的周省師傅 大約在25年前開始 正式入行成為破地獄儀式的師傅 有沒有說哪一類型的先人 才需要用破地獄這個儀式 這樣基本上 譬如枉死那些必需要的 或者生前很多病痛 受過皮肉之苦 那些都會需要的 譬如有些老人家 說八多歲了 通常那些人都會教 百多歲了 不需要破地獄 但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看他打到什麼 或者他生前多不多病痛 我們才可以作出最後判斷 他是不是要做破地獄 通常做一次破地獄 要用多少人去做 正常一談 五六個師傅 我想做好一點 可以多加幾個師傅 工業大一點 等於救人 人多的效用會好一點 做一次破地獄儀式 需要準備到什麼道具或材料 譬如有些雅仔 是否都會用到劍 還有我見身後白色這些 是否都會用到 會的 我會招勻 用來引領 我們救他的時候 要戴著他 我便去到地府 跟鬼差打仗 這樣 這樣 我們在那裏舞 撕翻 舞一下劍 穿到火劍 下去就夠了 見到很多火 轉來轉去 精彩一點 整個破地獄的流程是怎樣做的 我們會有九發瓦仔 分別 九個瓦仔 分九個方向 東南西北 東北西北西南西北中央 九個方向 這樣 師傅就會劈開瓦仔 這樣 每個瓦仔 每個瓦仔 屬於一道門 有個鬼差 守住 劈開瓦仔 之後 去找個仙人 從地府救他出來 這樣 然後到時 最後 噴了一段火 這樣 就是 予以著 上刀山 下油鑊 這樣的意思 跳過火 先人的醉業 醬 這樣就消除了 那條金銀橋 過了 等他投胎 等他走一條好路 這樣的意思 在做破地獄的過程中 有沒有禁忌 或者是家屬不可以做些甚麼 都會有的 這樣 我們主要 譬如 有大兔婆 這樣大兔婆 就要迴避 因為怕傷害到胎兒 我們通常 做儀式之前 見到有大兔婆 我們都會叫她出去迴避 其實破地獄 是一件盡孝道的事 亦融合佛教誦經 和道教儀式 帶顯中國儒家傳統的效義 不過近年來 坊間都有不少人說 這些儀式只是做給家屬看 讓他們可以覺得安樂些 周師傅又怎樣看這個說法呢 其實你自己覺得這些儀式 是做給往生者 還是在生者 兩者皆有 如果在先人的立場 他減低罪業 走一條好路 在主家的立場 做了心看理得 他由傷心的時候 做得好的時候 做得好 他覺得 真是幫到先人 得以釋懷了 很多人都覺得破地獄很恐怖 師傅你自己怎樣看這個儀式 其實破地獄一點都不恐怖 知道裡面的因由 就不是十分恐怖 這樣呢 基本上呢 我們做師傅呢 其實呢 就是帶領著主人家 做回宗教人傳統的效義 神宗追遠 追思本部 去報答給先人 我們是一個引領師 在我們的角度呢 我們拜神 有宗教 其實我們不是迷信 我們不是迷信 這樣呢 可以信 不可以迷 迷就變毒了 是的 我們其實是引領 帶領主人家 去做宗教人傳統的儀式 令他們釋懷 讓主人家心安理得 大家都有自己信奉的宗教 只要你認為這件事 可以幫到離世家人的話 都不妨一試 但是要記住 千萬不要太過迷信 任何傳統的習俗出現 都有它的原因 如果可以明白到當中的意義 就會了解到 不是迷信那麼簡單 而是對已故的親人的懷念 是的 也可以為一些在世親人 帶來一些心靈跪跡 稍後回來 繼續一線搜查 說起死亡 和親後線 這一類型的字眼 不少人都會很被記 盡量不提及 不過就有人想透過深導遊 這些另類方式 去揭開殯葬的神秘面紗 阿士重視殯葬行業 當年 近年還搞了殯葬深導遊 透過道想形式 讓人認識更多這方面的資訊 一聽到傳統文化 有些年輕人就會覺得很老套 所以為了可以把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有心人就會加入一些新元素 例如是工作坊 或者互動遊戲等等 這些有趣的方法 都是希望年輕人可以多些了解 沒錯 有充足的了解 才可以為自己作出最適合的選擇 講起死亡和身後肆 這一類型的字眼 不少人都會很被記 盡量不提及 不過就有人想透過深導遊 這些另類方式 去揭開殯葬的神秘面紗 作為業內人士 我覺得如果你要行墳場 不如帶多些東西 帶多些資訊給參加者 所以當時我們構思 不如我們行墳場的時候 我們講了殯葬 香港的本地殯葬流程 殯葬的文化 我覺得整件事是有意義很多的 阿士重施殯葬行業當年 主要是幫家屬安排離世親人的身後事 近年還搞了殯葬深導遊 透過道想形式 讓人認識更多這方面的資訊 阿士 其實現在香港一般的殯葬流程 是怎樣處理的 基本上家屬拿到醫院文件 或者叫做死亡文件之後 他們就會接觸殯葬傷 殯葬傷就會依照他們的醫院 安排殯儀館 或者簡單的醫院院出院制 然後完成喪禮 完成喪禮之後 就會做後期的跟進 現在我們在紅磡這幾條街 其實可以為小姐和他們的家屬 提供到甚麼幫助和服務 其實紅磡街裡 除了殯儀館 長生店 還有花店 還有石廠 道堂 紙紮泡 即是說 整個喪禮流程 所需要的東西 基本上都在這條街上安排 深導遊會由紅磡出發 再去到位於大角咀的九龍殯儀館 讓參加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 整個殯儀流程 剛才去完紅磡那邊 現在第二站來到殯儀館 為甚麼有這個安排 因為其實殯儀館和喪禮 息息相關 這也是我們本地的殯作文化 即是我們家人過身 我們會在這裏守夜 我們會在這裏切靈 第二天早上出殯 所以這個深導遊 就讓那些讀者 平時不會自己來 那我們帶他們來 其實參加者來到殯儀館 他們通常的反應 或者他們行動上 有沒有甚麼被你提到 出奇地 他們是不會見到他們很害怕 很擔心 很迷信 而且他們是很踴躍去問問題 每一間殯儀館 禮堂大小都有不同 有些有房間 有些大禮堂 所以可以的話 我會帶一些參加者 去看不同的禮堂 或者譬如傳統禮堂 我們就會講解 其他殯儀知識 或者文化傳承 甚至映星李小龍 他以前都在禮堂出殯 我們大家都會知道 中式禮堂 西式禮堂 都是給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 如果沒有宗教信仰 又可以怎樣做 其實沒有宗教信仰 他們可以在這裏 有很多事情做到 例如開大食會 美食道會 或者是音樂會 那些音樂演奏 都可以的 那都是在殯儀館進行 沒錯 只要某程度上 你騷擾不到別人 因為沒有宗教信仰 其實我們會按照 先人意願 或者喜好 家屬意願 幫他安排 其他無限可能的喪禮 了解完喪禮安排之後 深度由最後一站 就會去到和合石墳場 其實和合石墳場 相對其他墳場 有甚麼特別呢 和合石墳場 這裡大 大和大 大是甚麼呢 即是有土葬地 有金塔地 有薩灰紀念公園 有火化牆 還有一個 給美足月樓產胎的榮愛縣 其實現在香港有哪幾種安葬形式呢 基本上兩大類 第一火化 第二土葬 土葬的話 因為有些有年期限制 所以有一天它都要起骨 你要選擇葬金塔地 或者是再火化 如果火化直接火化的話 如果我們的選擇就是有火化完之後 譬如我們是買或者是抽籤一些公營骨範圍 又或者是綠色殯葬 綠色殯葬 我們又可以選擇殺灰殺海 或者殺紀念公園 例如我們帶團 我們會看通性 我們會摘日子 為甚麼呢 我們會選擇一些不適宜做喪禮的日子 我們帶團的時候 就不會跟真的那些喪家 或者是新政的喪禮去撞撞 那你自己最想透過殯葬深度 又向公眾帶出甚麼訊息呢 透過道賞團 那些參加者 他就會知道 我們現在香港來的殯葬流程 那些殯儀資訊 殯儀知識 那他們從中 他們會知道 他們如果要面對死亡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會知道怎樣去安排 那就不會 甚麼都不知道 如果我們帶一些 大專生或者學生 最後我們去永愛園 知道流產胎 原來生命是得來不易的話 我相信那些參加者 都會知道為甚麼會珍惜生命 每個人一生只可以活一次 我們不可以選擇自己的出生 但我們可以及早安排自己的喪禮 和後事想怎樣做 能夠被參加者了解 和直視奔贓流程 相信是這個深導遊最想做到的事